哇哈哈哈哈 哈囉大家好我是丁特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一款我玩了一整年的手遊 那這款手遊呢應該是我極少數 應該是除了英雄聯盟跟PUBG以外 我會主動做成遊戲精華上傳到YouTube頻道做紀念價值 或者是一種炫耀心態的遊戲嗎 對這款遊戲真的對我來說相當具有意義 就是像他的PC版我從學生時期就開始玩 玩的很瘋 很愛在網路上找人真人單挑啊 啊有種基隆火車站啊火制底下等啊 玩到現在手遊版被人家嗆真人單挑說 抱歉抱歉抱歉 因為我真的我得出席一些活動嘛 他們是真的可以帶把刀來找我單挑的 好快喔 手遊版已經不知不覺的一年已經過去了 沒記錯的話應該是去年的12月11號 凌晨12點半開服的吧 我還記得那天隔天好像是禮拜一 但是隔天是平日 哇好多人要上班 但是還是跟一大票朋友 就是以前一起網路天堂的朋友啊 約好就一起搶燈這個伺服器 還有我喝到紅便那個有沒有 實況在走紅便要有 我跟你們講啦 實況在走 紅便要有 好像只是三天前發生的事情 你就在這個地方 其實有一點感慨 對但是這個過程中也發生了很多趣事啊 所以等一下會來跟大家聊聊這個 一周年到底有什麼厲害的慶祝活動 以及會跟大家聊聊這一年來發生的很多令人難忘的回憶 好 我們現在來到天堂M的官網 一周年超狂感謝回饋計畫 它其實有一個 東西是它在公佈活動之前大家都知道 大概半年前大家就很多人在討論在期待這個東西 也就是 第一個就是這個 Gamma Coupon 意思就是 它會給你一張很優惠的券 那到底有多優惠呢 我們簡述一下 公共上次說呢 衝裝爆掉 在一周年的時刻 可以使用裝備復原券 我就天啊 這遊戲跟其他所有遊戲 最大的區別就是它裝備一點 它一炸就是什麼都沒了 我那個整組不見真的是非常的令人痛心 所以 就很多人都在等這個時刻 然後很多朋友因為聽到這個 喔很多什麼以前點爆過什麼神裝的小號都開起來 然後第一個 我們就是玩家從半年多前就開始在期待 裝備鼠迴系統就在這個商城裡面 而且你不需要花任何的台幣喔 在商城的活動 有一個Gamma一周年禮物 這個一開我秒買 我等不及錄給你們看 我自己先買起來鼠迴 對那我自己這邊也開一個小號 跑一遍這個鼠迴的流程給大家看看 商城 然後它只要遊戲幣365塊 就可以買這個週年紀念箱打開 有沒有看到這個Gamma Coupon 等下去有一些東西可以復原 對那這個賬號看起來最有價值的是這個 加9酷寒之毛 我們直接來把它復原 你只能選一個啦 不能說全部我都要 所以要好好選一下 馬上把它變價詞給各位看看 開啟音量 棒 nice nice 各位觀眾 聊天室的各位觀眾 我們二週年再見 謝謝大家 謝謝 然後再來第二個就是台服特別版喔 台灣獨家版的週年紀念戒指 那到底有多獨家呢 開給大家看一下 它有一個金光 然後它在你的人物上面還有一個BUFF 光環效果 對聽說這是韓版沒有的台版玩家專屬的光環 再來第三個 所以這個是 它有一個實體的獎勵可以送耶 就是如果你過去一年有累積出一些厲害的榮耀成就 你就有機會可以抽到這個9999純金硬幣耶 這個不是虛寶 這不是送虛寶 這是送真金耶 我來查一下 那到底值多少 欸 看到了 好大一天喔 它有寫重量 一盎司 9999純金一盎司 這個該不會一個就要上萬元吧 9999的意思是這個嗎 純度99.99 重量一盎司 39743耶 這抽幾顆啊 純金一盎司 共三個耶 它這個活動 是拿了12萬台幣在砸玩家的臉 對吧 一個4萬塊耶 三個12萬耶 這個 有點猛 有點猛 我們繼續看下一條 第四個 全台巡迴感謝 以巨型死騎拉罷車 看一下 第四個是現場的死騎巡迴車耶 它還整台卡車都弄成 遊戲的造型耶 還有一隻死騎 真的全台灣都有耶 它可以抽死騎公仔耶 可以參加 拉罷活動 我們看S級是什麼 天堂度假之旅耶 然後還有送 哇 三張紅便耶 這款寶貝好帥喔 我最想要的其實是這個經典撲克牌耶 我好想要喔 有沒有人去抽一下 好不好 抽一下賣我 看得我都想去了 再來 就要跟大家聊一下 我真的是 玩這個天堂愛米來 最難忘的三件事 按照時間順序來吧 第一件事應該就是 我玩手遊第一次玩到爽到 我在那邊貼照片的 喔這裡啦 你看 丁特從雪碧獲得英雄製作秘籍 十個月前這張的價值 大概有台幣三四萬塊跑不掉 雖然是跟我的戰友一起分的 但是 我爽到直接射出來 我姊還在那邊分 分三笑 真的 這是第一爽 再來第二次就是我 抽到黃便 有沒有看到 我不知道這個喜安的到底在爽那下 我那個笑不出來耶 你知道嗎 就是玩天堂會有這種 你永遠也沒辦法複製著快樂 結果我現在要笑我笑不出來耶 我不知道我當時為什麼可以這麼爽 你看我喝到黃便 黃便的瞬間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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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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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看起來覺得 好像喜安兒 阿徒小夜夜 什麼東西 我跟你們講啦 食礦在走 紅便要有 這個 這個應該是第二難忘的回憶吧 對 這是第二難忘的回憶 接下來最後一個 我玩天堂天到現在最難忘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有一天我們打下了一座城堡 大概是什麼概念 就是天堂天裡面有一個城堡嘛 你看它有三座城 然後每一座城都會有累積的錢 大概每一周都會有幾萬賺吧 一萬兩萬賺就台幣可能 對大概就是也是一兩萬這樣的價值 沒有到很高 但就是怎麼講 你有一座城堡等於是你是製作伺服器裡面的霸主 對 所以我們當初第一次打下城堡的時候 我們就超興奮 我們一群人去盟具去慶祝 去一間釣蝦場 去一間吃熱草啊喝喝酒 然後喝到大家很嗨的時候 就有一個人在現場 他開抽紅便 因為他之前抽很多累積很多的紅便 多到紅便可以合紙便 基本上紙便啊 就是等於一台國產車的概念 大概是這種感覺 所以說那個人當下他合到了 於是呢 我現在要看喔 我現在要看我上陣 你真的很帥 超嗨 我絕對你 你真的很帥 你真的很帥 你們看到嗎 你看到他這個畫面 很開心 紙便 我看到紙紙的 這個手機很反光 但是這個可以看到是紫色的 然後很開心的 很開心的笑 嘻嘻嘻 他慢慢沒有想到 下一秒他會在蝦池 有沒有 他後面的蝦池 他想不到他下一秒之後 會被扔進去裡面 哈哈哈哈 然後下一秒 看他一個 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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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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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哇 嘻嘻嘻 你看旁邊 看旁邊 看旁邊 伯伯 全場都在看他 盤盤的人 嘻嘻嘻 旁邊伯伯一直在看 嘻嘻嘻 然後我在後面 然後看到那個伯伯 嘻 他水被漸下 那伯伯不敢相信我們要丟喔 那個伯伯本來坐在那個角落的 然後看到我們慢慢靠近伯伯 越來越往旁邊移 然後一直看著我們 幹真的丟 然後丟下去那個 蝦池的水還漸到伯伯身上 哈哈哈哈 這個吊蝦場的老闆 剛好是我們盟友 就是我們自己掛的 然後因為丟了 因為干擾到旁邊的客人 所以我們那個老闆還霸氣 幫那些吊蝦客 全部都加一個小時 那以上就是 玩天堂M一年以來 最令人難忘的三件事 當然還有很多很有趣的 還有我自己直播做到反評啊 你媽娘子 我看到什麼 兩個子的 欸反評我直接學了 自己直播打到寶什麼 那些都是很爽的事情 但我覺得最爽的事情 在天堂上最爽的事情 莫過於是交朋友 以上就是關於 這天堂M這款遊戲 一週年的回顧 我真的很感慨 一整年又被偷走了 真的是不知不覺 就一恍神 一年就過去了 就是沈浸在這款遊戲當中 時光走勢過得特別快 這款遊戲也是我在 求學時期 數一數個重要的回憶 也很感謝天堂的手機版本 能夠重現得如此完整 介紹影片就到這邊啦 大家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